擅长描绘中国水墨画意境之美的台湾旅美艺术家宋大勇 年纪轻轻就在艺术界展入头角 无论是传统山水画或是色彩鲜明的泼彩作品 都让人叹为观止 赞赏有大千位 他的画大千位其来有字 原来宋大勇14岁的时候受神以正启蒙 神以正是普新渔的入室弟子 之后又拜入范伯红老师的门下 范老师的老师是孙玉生先生 孙先生则是张大千的弟子 范伯红可说是在传张大千的学生 从基本功到深入学习各家之精华 宋大勇发展出一套自创的表现手法 逐渐在画坛闯出名号 我先说神以正老师 他是我第一位老师 因为神老师是台湾普新渔的入室弟子 我们知道普新渔先生 他是我们中国画所谓一个北中的画家 那北中的话主要是在笔墨方面 就是用笔跟用墨方面是比较非常的传统跟讲究 那这个学到两年之后呢 我又入了这个范伯红范老师的这个门下 范老师的老师呢 是叫孙云生孙先生 孙云生孙先生是张大千的弟子 所以我的老师可以说是在船 我从他们那边这两位都学到 很深入很扎实的一个基本功 宋大勇孝说 学生时代的他对读书兴趣缺缺 又因为一头栽进绘画领域 而更加忽略功课 以致学期结束很多科目不及格 面临被退学的窘境 所幸因为参加比赛得名 救了自己一命 因为我刚刚讲了 我的学业方面很糟糕 因为很多科不及格 所以学校可能就要开除我 但是那个时候正巧 那个年暑假 我拿到这个学校 因为推荐我去参加比赛 拿到第一名为需要增光 所以学校就破格的让我留级高一 所以我高一练了两年 落霞与孤雾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此文出于唐朝诗人王博之 藤王阁绪 近年来宋大勇运用 大块泼墨 大块用色的手法 色彩鲜明对比动与近的结合 既古又今展现出山水画 不同以往的样貌 他说意境的画最能引起共鸣 因此希望自己的画作 无论是内行人还是外行人观赏 都能获得感动 有一句俗话就是说 外行看热闹 内行只看门道 外行呢 他是看你这个画画得很美 他好像很有感动 他很有共鸣 这就是外行人家看画 可是内行人呢 OK 你的下笔是对不对 你的墨色好不好 你的色彩怎么样 你是从传统出来 你是要是有什么变化 或者说你接受的西方 什么影响 这是所谓的内行 但是我的画呢 就是希望内行跟外行人都喜欢 西方的艺术文化 与中国画的差异 使他过去曾引以为傲的 中国山水画作 却不被美国老师理解 宋大勇希望不断在寻找自己坚持的 我从不摒弃至善至美的画风 期盼中西艺术交集融合 寂人相容东西艺术的精髓 有大家风范 透过他的画可以让更多人认识中国国画 进而推广中华文化 东方西方的美术 尤其是绘画 这个差异真的很大 美国是说你要先创作 然后再来解释你的作品 我们中国画通常都是所谓的意境 讲一个笔墨 和讲求一个所谓的水墨的一个效果 这种东西 所以让他们解释的话 当然也是很费功夫 但是我不晓得我们这些教授们听懂没有 大概我是只能表达到如此而已 在54岁之前 宋大勇还必须工作以养家活口 他说这是很多艺术家的无奈 但即便如此 他仍持续创作 至今从来没有懈怠 展望未来 他希望自己能够在人生最精华的耳顺之年 画出一幅具代表性 能感动人心的巨幅创作 杳格我太担心了 你 杳格我可以 en谈